不得有艺术 新版三艘 艺术分队小队长张乔宇 来三条鱼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来先请教 你的所谓的三艘 是在当时变成三艘吗 因为我们是义务的 所以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说 事件一发生的当下 马上就能够出去 而是说当下如果 我们分队有收到派遣 那我们就是看能够出去的人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就会尽量去帮忙 这样子 那像你除了做协助三艘 你说这个是不定时的 那还有一个 你最近有做一个晋山 而且这个晋山的路线 是能高安东军大纵轴 你先跟我们讲 能高安东军是什么 应该这样说 他这边这个路段 是属于中央山脉的北山段 那他会这样子 这名称听起来好像很长 事实上是因为 他是从能高山 走到安东军山 中间这条林线 所以会叫做能高安东军 它是两座山的名字 所以能高是一座山 安东军是另外一座山 是的 然后因为这条路线 其实非常漂亮 这条路线它可以说是 我们台湾高山湖泊 最密集的一条路线 然后它的路线上面都会 就是非常多的高山建筑草原 非常辽阔 非常多的水路 非常漂亮 那像能高山跟安东军山 它们都差不多都多高 三千多公尺 所以是很高的 所以这条林线平均 都是走在三千之上 那这个一般的人 说我八山 交山也会去 这样就可以上去吗 当然会是希望 是有常在登百岳习惯的 会比较适合啦 如果你只是说 从交战一口气跳到中走 这有点 跳级跳有点大 所以说三条 你说那一般八山是八山嘛 那中走跟八山 听你这样说是不一样的咯 因为应该是说 我们台湾都是用 分山这个词 就中文上比较有点区别啦 用英文会比较好区别 那其实最大的差异 其实是大概是天数啊 跟距离上的差异 因为我们如果说 比较短天数 我们叫hacking嘛 对不对 但是比较长天数 我们叫做checking 就是可能比较长天数的践行 这样 那因为像这样子的 中走的话 一般来说 高安东军中走 大部分是要花 五到七天的时间 还好我有问清楚 对 所以你说 如果平常都只有 爬爬的交山 这种可能一天都不到嘛 你大概半天来回 这样子 如果你跟他讲说 我去爬个七天 哇还要背装备 然后你没有山屋 你要自己背帐篷 没有食物 你要自己煮 没有水 你要自己去 那是不是有点跳级 跳才高一点 没有错 所以这五六天 五天到七天 五天到七天 不是一天给他乘以五而已 是所有的装备 吃啊 然后到住 这个都要自己传 那请问 因为如果这样讲 这个山 能高安东军 这个中走路线 应该是比较选择的 要有一定的段数的人 才可以去爬 那为什么你这次进山 去捡垃圾 是选这里呢 这里不是应该相对干净吗 因为不是礁山 大家都可以丢得到东西啊 其实这个就是 你的疑惑就是我的疑惑 我当初第一次 走这条路线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说 为什么这条路线 虽然你说它到 非常非常难吗 倒也还好 但是再怎么样 它都是一个 有难度的路线嘛 来的人是不是相对少 是不是应该要 相对干净一点 如果没有路上啊 那个草丛中啊 建筑丛中 你总是可以看到 很多垃圾 垃圾 我就觉得说 它这种地方 你要走这么多天的地方 结果还有这么多垃圾 嗯哼 怎么会这样呢 那个时候也会 很希望说 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 如果没有垃圾 看起来应该会更美吧 但是因为 其实也不是说 你都要背自己的装备了 对不对 你都每天都有自己的行程了 你不可能说 我现在花时间去捡垃圾 我在已经背了这么多装备 我再多背个几公斤垃圾 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清完 就是其实你也变得 看到就无能为力 嗯哼 所以这其实才是 最主要当时 我一开始 为什么会想说 要来发起这个进山 自从这个地点开始 其实就是因为 应该怎么说 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今天 要发起一个进山活动 那我会希望是 我们全世界 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人手吧 对不对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想要 想要去帮大家做的事情 那我既然 专长是爬山 那我是不是就应该 挑一个难一点的路线 来处理 一般人比较难以处理到的 这些垃圾 对不对 我们成功合作嘛 我突然你笑出来 他意思说 今天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 资源回收呢 我们既然 背得这么高 那我就在处理这一段这样 也是树叶有专攻的意思 对对对 有点分工合作的概念吧 对 然后其实就是真的 也是因为这条路线 是我最一开始的发想 就是从这里开始 那我还 这刚刚那个问题 还是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 因为 你管 你可以丢垃圾 那丢什么垃圾啊 什么样的垃圾 会被放在那里 跟你说 难以想象 各式各样 真的 我想想看 我能够想到的 有什么 当然有些不小心掉的 例如我们那时候就在讲 我们所有电子产品 几乎都收集到了 这个什么 手机啊 小米手表啊 然后相机啊 然后那个无线电啊 全部都剪 这个就算了 这应该不是故意的 鞋子剪了好几双啊 鞋子哦 对对 然后雨伞也剪了好几只 就不要说什么 其他的什么电池啊 如头 锅碗瓢盆 然后各式各样的包装紙 那个都是 一定都有的啦 对 所以 你当然是 手表啊 那个可以想想 手机一定是 不正义啦 那其他的 可以丢鞋子 那些紫屑类的 也会有 哇 而且算多吗 还是 很多 很多哦 光鞋子就各式各样 你从登山鞋 到拖鞋 到就是鞋 所有 各种种类的鞋子 帆布鞋 什么都有 嗯 然后 对 雨伞也是 从泽边伞啊 到直伞 百万大伞啊 这么 我们真的是去 很像去那边 说破烂的 虽然说 你已经有这个想法 要去进山 但是还是觉得 很小心 拍堂鼓虾 还有一个问题哦 就像这样子 因为你说 两个冬军 这是两个山 这样去撞走 这个是走多久啊 我刚刚是说 如果以时间来说的话 一般队伍是五到七天 对对 然后这个全程的距离 是六十公里 六十公里 对 六十公里左右 哇 但是六十公里 是不包含这些 上上下下的起步 因为 其实登山来说的话 就不能跟平地 这样子看啊 对 没有错 不能够这样看 每一座山 都有它的个性 路线都不太一样 对 而且其实 我们那个时候 在背的时候啊 我的队友 其实也有说 因为我们登山 其实是有风险的 尤其在度过一些 危险地形的时候 或许你在背的 不重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地形还好 可是当你背重 它就是一个风险 像最近 就是最近而已 那边刚刚冬军 就有一个人 坠落 然后死亡 那其实我们 那时候在背过 这些路段的时候啊 我们队友就有说 他觉得有时候 想想就 为什么我们要 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要冒 这么大的风险 就是你看 我们只是为了 把这些人 随手丢垃圾背出去 可是我们是用 我们的生命 在换这件事情 我们如果一个不小心 直接这么重的重量 很可能就让我们 醉了下去 我们就会死了 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对别人来说 这却是一个小事 他丢下去的时候 就是丢而已 没有去想到说 其实这被牵 是几乎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你们这样 那有没有算一下 你大概背几公斤的东西回来 几个人去 我们总共加 我们连志工 志工加协作是15个人 加我自己是15个人 因为我们有10个志工嘛 然后后来我们也有 请另外三位 是三位 这个跳夫是从外面 帮我们进来 支援补给 再背一些垃圾出去 这样子 加起来 我们带出去 这次的垃圾 带出去 大概是206公斤 206公斤 我这个真的是专门 要来清 要来把它背回去 但是我只能说 这200多公斤 可能不到 山上垃圾的 十分之一 所以我们那时候 真的是剪刀 觉得很无力 好 所以这个 等一下一定要 来告诉大家说 不要再黑白等 所以你这个 围棋是10天吗 我那时候想说 我们比平常人行程 再延长个几天 我们划个 其实算是从 应该算是 9天多一点的时间而已 想说 那这样子 我们应该可以 花一天时间清垃圾 结果后来发现 真的是 太天真了 我们每天都在赶时间 那个垃圾都来不及清 因为太多太多了 然后 所以这样也完全 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 森小鱼是 因为以前 我们去爬山的时候 你有自己的行程 有自己的行李 但是他看到了垃圾 他觉得说 不行 所以这次没有 那我找时间 专门来清好了 我必须问一下 我这样打擦问一下 你的房间 是不是很干净 一点都不会 真的 我想说 我房间没有很干净 可是我却清了 能够安东军的垃圾 对嘛 是不是 我应该花时间 清几房间就好了 不清楚 不过你刚刚有讲 你的房间 你看他 可能因为可以找 人家帮忙打扫 可是能够安东军上面的垃圾 就要专业的来 一般的人清不到 对啊 我如果请别人 清我房间 对不对 人家还有中典费 而且还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 对 又没有拿钱 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对 而且你们应该 还是要有一点资金上去吧 因为 也是要一些物资啊 当然当然 所以这是我们募资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说 我们今天大家 志工们都志愿来做这件事情了 那我不能 连车费 连食材费 都让他们自掏腰包吧 他们已经用力付出这些时间了 所以我们 这又是我们募资的 的原因啦 但我们 这次还发现说 可是这么多的垃圾 真的不是我们 仅仅这些人 有能力可以飞下去的 所以才发现说 下一次 如果还有下一次 我们可能 要再预算的更多 可能连这些 食物的运送费啊 这些的 我们可能要请更多的 调夫还是怎么样 还是能够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资源可以取得的 是可以把这些垃圾 想办法运下 好 所以你们在 捡垃圾的过程 那因为你去了 九天多 那你怎么去分配 你这个 怎么捡 是慢慢捡 还是第一天就 看到就捡 你有没有一个 计划 说怎么捡它 应该是说 我们原本 当然有一个计划 就是哪边垃圾量 应该比较多 我们会花时间在这边清理 可是真的出发之后 我发现 我的经验可能太少了 完全不是如我们所计划的 计划跟不上变化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 原本我以为 垃圾量不多的地方 我们就清除了 大概有 应该有三四百公斤的垃圾 然后我们就 我们现在还不到中午 然后天哪 这个垃圾量 然后我们就只好打电话 请求 现在海离登山口 没有到那么远 这个平物局 怎么办什么忙 我也不知道 后来怎么样 那根垃圾 我们第一天就求救了 所以你一出发 你的垃圾量 就已经几乎是没有办法 对 大概半天 要到中午而已 看看时间 要十一点 我们现在已经三四百公斤了 我的天哪 所以说你刚开始 那个三四百公斤 这个靠近登山口求救的人 把它清运出去吗 我不知道后来 他们怎么样去处理 但是我想说这个部分 因为那个时候 算是机车还比较能够 就是还需要能够到达的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处理的 这个我就交给他们 当地的主管机关 那所以后来你又把它 因为这个是比较靠近登山口 那比较有处理 那等到越来越靠近 真的比较深山 你拉起来 但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背回来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后来就讨论说 因为我们原本以为 真的原本以为 我们一个人最多背个十几二十公斤 我们能够把所有垃圾清出去 就后来发现错了 我们原本我觉得垃圾量不多的一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营地 可能我们都这样子一个上午 稍微收一下几个小时 就可以收到五十公斤到七十几公斤的垃圾 更不要说垃圾重灾区 就是我们放眼望过去都是收不完的垃圾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吧 可是来都来了这一趟 我们还是希望说把它走完 走完的原因是因为是我们每一个点 我们希望把每一个点垃圾都集中 知道说好 那这个这条路线上到底有多少的垃圾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说我们背不走的 我们就把它分类 然后把它先全部包在一起 如果有人可以来 就是有人来如果愿意帮我们背的话 最起码这垃圾是他不用再花时间下去捡 他就可以稍微敲自己要背的 或什么就把它带走 这是我们期望的 我们先把它收集 或是以后我们能不能说 如果有募资更多的款项 我们请敲夫来背 然后后来我们越走越后面 后面几个我们会尽量说 会尽量说我不希望每一个营地 都留下一包一包 就是我们收集的垃圾 所以如果量没有这么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鼓励队员说 大家一起把这些垃圾 再往下一个营地背 最起码这个地方我们不留 只要有一个地方不留垃圾 我们就会觉得 这是好像就有一点进展 有一点帮助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有几个地方 尽可能的把我们看得见垃圾清走 但最后还是因为太多了 没有办法带走全部 听到这里我都觉得 那个无奈感就当 我觉得最无奈的地方是 为什么会错估那么多的垃圾 为什么 一方面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爬山的时候 不会走到边坡下面去看 我们走在路径上 你路径上看到那些纸屑 就觉得就这些没有很多 就等我们认真找垃圾 譬如说你追着这个垃圾剪 剪到山坡旁边 又看到下一个垃圾 你又往下剪 你又再往下走 一直被垃圾追着 就追着垃圾跑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不对啊 这个山坡就是 怎么都是垃圾 当我们脱离路径的时候 我们发现 山坡面上都是垃圾 那这样子就算了 当我们有时候 把垃圾一剪起来 就发现后面拉出一片 它竟然是埋在地底下 多垃圾是被人家刻意埋着 埋在地底下 甚至都被草根啊什么的 就是都交结在一起 所以是大片大片的 那时候甚至有一个错觉 会觉得说 所以这垃圾的下面 全部都是垃圾哦 就是垃圾的造山运动嘛 所以山坡高现在这样 就我们回去 我不是说疫情结束之后 其实我跟几个志工 还有在上山去 把我们原本装好的垃圾 在北下山嘛 那个时候我们其实 其实我还是看得到地板上 有那个撬出来的垃圾 但是我都不敢去拉 我一拉就是一整片 假装没看到 已经学会假装没看到 这个听起来是很 也是变化多端耶 你这样走过去 你看到的是这样 你看到这样而已 可是等到你真正回去 要面对它的时候 发现它还会有一整坡 都是一个小山坡 都是垃圾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是你丢完后 因为每一个人去 也是去一次嘛 那么高 那是你丢完 我再丢还是怎么样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垃圾的地方吗 我觉得很多垃圾都是 真的就大家觉得 反正别人看不见 所以就丢 然后尤其是像上厕所的垃圾 其实台湾很多人 没有那个概念说 这些垃圾要带下山 其实卫生纸没有这么容易分解 尤其像卫生棉 这种东西根本不用讲 我有时候捡到非常多的卫生棉 我就想说 天啊 应该不会有人以为 卫生棉可以分解吧 至少现在听到就知道 知道不会分解 这有蛮多垃圾是刻意的 我在想或许是 我们或许这也不能说人家错 因为在想想说 如果是以前的年代 或许他们的概念是 把垃圾掩埋 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但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会知道说 这些垃圾 这些塑胶 你再掩埋也没有用啊 它就是存在的 挖出来还是很新 但是我在想啦 地底下那些垃圾 或许是 曾经他们觉得 这是一个合理的处理方式 所以会这么做 所以我不能去评论 因为如果是 时代不同的东西 但是也不能说 垃圾都是以前的 长辈们丢的 绝对不是 我们捡到很多 很多新的垃圾 我们现在登山 人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好像 对于环境的保护观念 并没有 去真的去做到推广 对 其实 现在鸿蒙这个三条鱼 它是真的可以 背得很高的山 只是它去 它去爬山的时候 看到这个零零星星 就像说 能高山 能高山跟安东军山 这个算是真的三千多 很高的 所以本时候 不是一般的人 会可以去把他 把他挽回来 居然这样子 它说他捡了 你说两百零六公斤 而且还十几个人 那你说这样 不到十分之一 要怎么把它穿起 我听了都觉得 我蛮沮丧 不过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要 联络相关单位 可以协助一下 那像现在 你看到这么多山上的垃圾 那刚刚我觉得 三条公流节 很好的概念就是 可能以前有一些观念 就是说 我垃圾 我应该把它掩埋起来 可是现在已经 不是这样说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讲说 无横山林 我们上去都会听人家讲 没有横积的山林 这个是到底要怎么做 其实我如果尿尿 还上厕所什么 还要把它带回来吗 我觉得看环境吧 因为像是国外有些地方 的确它会要求你把 这个大小便 就是装在桶子里带回来 可是像那样子的地方是 我所知道的是 像是比较中年 涌动的地方 中年结冰 它是冰河 或什么 真的 的确你绝对不会 你的粪便 绝对不会分解 而且万一你来的人很多 哇塞 那真的是急不完 那你比如说 把它推到冰河裂系 那都是人家的水源 上牛 所以我其实 看环境 我觉得如果像这种 不会分解的地方 的确带回来 可是台湾是 我觉得是没有 需要这么夸张 因为毕竟 我们台湾的海拔 跟我们台湾所处的维度 其实是 你说你的大小便 都还算是可以分解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的人 上山的人次了这么多 对不对 你如果今天在那边 拉了一坨 你是很快的明天 可能下午或明天 后天就有人来了 那人家就看到 你那一坨在那边 可能会踩到 可能会干什么 那你是不是应该 要把它掩埋好 也是帮助它可以 尽快的去分解 也不要在路边 不要在影地边 你应该去一个 适当的地方上厕所 但是卫生纸呢 其实是应该要带走的 因为卫生纸 并没有这么容易分解 而且 其实很多时候啊 应该说量很有关系 比如说我这个路线 如果是很多人 就上百人来走 我动不动啊 每天每个礼拜啊 都会有很多队伍 这种传统路线 我就会跟各位讲说 那你就是尽量走在 既定已经有的道路上面 你才不会再破坏新的草坪 你不会再破坏新的 就是在开发更多的路 是最单的一种保护 可是如果这个地方 可能十年走了一支队伍 那反过来啊 就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尽量走分开 走分散 不要踩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你如果把这些没有踩 就是比较没有人踩的土壤 把它踩到硬了 踩到紧实了 它这个地方不容易长出植物 所以反而是你要分散走 比较对它的空气比较小 保持它的原始 如果说我们今天爬山的 这个路线已经多到了一个程度 人这么多 到处大小便 到处挖洞 没说我说我今天走圆间 挖个洞 上个厕所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如果当这个地方 每一天每个周末 有三四百人的时候 你有多少洞可以挖 我可以了解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反而是需要一些建设 一些制作的建设 反而可以减少这个破坏 因为如果你说你就盖个 我就真的觉得 这个盖个公共厕所 盖个厕所 比盖山屋还要重要 盖个厕所 比山屋还要重要 因为毕竟 我觉得大家背双 会想上厕所 这个都难免 可是就是一个厕所 因为 其实那些什么 卫生纸很多人叫什么 小白花啊 什么 其实那很多也是因为 真的就是没变手 还是很不方便 产生的 可是就算有厕所 在山上是这样 就算有厕所 卫生纸小白花 你还是要自己戴一下 男啦 为什么你有戴山上 还是要戴回来 对 就是可以用个密封袋 或者是 像我自己是喜欢用那种 不透明的夹链袋 就像买糖果很多 都是那种不透明的夹链袋 我其实都会喜欢 把那个糖果 吃完之后 那个包装是哪里 女生比较麻烦 就是你连尿尿都会有垃圾 对 就是你 我就随时会放在口袋 这样子比较好做 好 所以 又比较 就像三条鱼这样 因为透明的看起来 可能比较那个嘛 就是用有颜色的 夹链袋把它带回来 最重要就是 不要把他留在山上就对了啦 好 谢谢 波特无艺术 最精彩热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